澳大利亚最近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袋鼠,跳得很欢很高 莫里森错误地预判了形势,冲刀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反华级先锋 结果没成想,帮着美国遏制中国,不但没捞到什么好处,反而还被美国摆了一道 澳最大出口州州长警告称,停止对抗澳大利亚吃不消了,莫里森作为一国总理 制定起针对中国的政策一时爽,但作为澳大利亚最大出口贸易州 西澳大利亚州的州长麦高文可坐不住了 6月15日,在澳国家石油及天然气工业会议上,麦高文朝莫里森政府发出强烈警告称 根促莫里森政府立即停止与中国的对抗政策,并要求莫里森停止谈论中澳冲突和贸易报复行为 彻底重启澳大利亚全国的对华关系 当然麦高文的求生欲也很强,他在会议上解释,这不是向其他国家磕头和屈服 并尝试对莫里森政府小致以动致疫情,在为我们的繁荣和国家发展提供资金 和动力的贸易关系上鲁莽形势,对我们能有什么好处 对于人还在欧洲的莫里森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劝他了 在莫里森启程前往欧洲的时候,路过兵败会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李显龙在这场短暂的会晤中,也特意提了澳大利亚的对华关系 还劝莫里森学会和中国相处 李显龙本来也是一个反华小标兵,但自从看清了美国斯林内人的真面目后 李显龙也消停了不少,开始重新思考新加坡的对华关系,弥补失误 可莫里森明显没听进去,跑到欧洲参加G7的时候还不忘和日本勾勾搭搭 黄和老东家英国签了一份自由贸易协定,本来以为是多么了得的大项目 结果仔细一看,莫里森气个半死 全是些饼干,陶瓷,酒类的行业,还都是对英国有利,为英国提供就业岗位 而对华贸易方面,澳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去年2020年紧细澳大利亚州 就像中国出口了价值1041澳元的商品,占澳大利亚对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71% 澳大利亚对中国是贸易顺差,是挣钱的一方 但是对英国却尚赶着签一个贸易逆差的协定,真不愧是大英帝国一手低噪的孝子贤孙 莫里森错误的对华政策和恶意的对华动作导致中澳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直接影响了中澳之间的贸易往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澳大利亚一家智库的分析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已经使澳大利亚的损失高达100亿澳元 中国对澳投资暴跌94%,澳大利亚的红酒对华出口暴跌96% 大麦、肉类等农产品暴跌40%以上,煤炭等大宗商品的对华出口额更是所剩无几 面对这种情况,莫里森不思弥补自己的过错,反而向G7集团和世贸组织告状求助 此举不仅无异于对华关系的改善,反而只会将中澳关系越推越远 反观美国,面对澳大利亚坚定的投名状,美国没有给予帮助,反而在红酒、煤炭等领域 趁机占领了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市场,美国红酒对华出口额暴涨到237%,狠狠地给了澳大利亚一记被刺 莫里森要明白,西澳大利亚州州长的警告 是澳大利亚国内最真实的诉求,莫里森政府应该认清现实,明白美国的虚伪和算计 明白一意孤行的下场 澳大利亚就像一直得了狂造症的袋鼠一路狂奔,先是干涉中国内政,抹黑诬陷中国 在中国进了诸多商品进口后,耍小聪明各种写信打电话求和,没得到回应后 将手伸进台海,又是战鼓敲响,眼看威慑不能奏效,不能引起中国的关注后 又开始发疯一般撕毁对华协议,中断中澳合作项目 就像一个是新风对着镜子自导自演了一出烂剧 进入6月以来,澳大利亚就没消停过,并且变等加厉 莫里森到访新西兰,学着美国的样子 中国才是会谈主角 会后与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 和香港的事态发展表示严重关切,并提及南海等多个与中国有关的议题 新西兰此前没有跟着五眼联盟中的其他四眼一道 在涉及中国的诸多问题上发生,还与中国升级了自贸协定 填补了一部分澳大利开中国市场留下的空白 并劝说澳大利亚要多了解中国,在与中国相处时应有更多尊重 是五眼联盟中唯一对华政策相对独立的国家 如今已改强硬姿态,说明新西兰因刚其他四眼属实压力过大 身处西方阵营,很难独善其身,更别说近邻澳大,一箭一动就亲自到访为BEO 学着美国,在G7峰会召开前,莫里森9日表示正寻求世贸组织采取行动 解决和中国的贸易争端 就中国对澳葡萄酒征收200%关税仪式,向世界贸易组织寻求帮助 莫里森当天还恶意炒作,在新冠溯源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也是在9日,澳大利亚与日本举行2加2会议,联合声明在涉港、涉江、涉台等问题上 对中国内政直手画脚,不仅首次提及台海,双方还就日本自卫队 向澳大利亚军方提供武器等防护交换,展开了最后阶段的讨论 10日,美国和澳两艘海军舰艇一起通过南海 同一天,澳国防部长达顿又称要做好准备,喊话美国增兵 英泰地区军事集结,意味着战争前景并不遥远 澳大利亚需要为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而且可能要增加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澳部队人数 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常的合作与交往,澳大利亚如耿在喉 10日,西民先驱晨报发出警告,澳大利亚必须采取行动 阻止印尼落入中国掌控之下 文章叫嚣,中印尼两国在抗击疫情 军事演习等领域的合作,正是印尼导向中国的证据 建议要官员前往印尼,拉住这位最亲密的朋友 在G7峰会上,澳大利亚也不掩饰于日本沟连 美丽的海岸边进行的权势肮脏的交易 除了自由和开放的印太 推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老掉牙的话题外 还一致反对继续加强通过经济胁迫 和五,立丹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话说得委婉,但日媒随后就解释称,这是针对中国 奇怪,这明明说的就是美国,日媒真没自知之明 当然菅义伟支持了莫里森 莫里森投桃暴力 澳大利亚不仅此前就关切起中国海警法 还对东京奥运会表达了支持 毕竟,在日本疫情风险有存 包括东京在内的城市紧急状态不断延期的当下 澳大利亚女子里球队 是最早抵达日本参加奥运会的海外运动队 莫里森在出发前就呼吁G7支持世贸组织改革 以惩罚经济胁迫行为 当时,这番言论还引发了麦高文的批评 澳大利亚可能会成为最大输家 莫里森在前往英国参加G7峰会的途中 于10日对新加坡进行了短暂的访问 与新西兰的忠告一样 李显龙建议澳大利亚学会与中国共处 或许狂奔的袋鼠是真的肉痛 或许是听尽了忠告 莫里森12日在G7峰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澳大利亚正希望重启与北京的对话 随时准备坐下来谈 今年1月份致信中国后 这是澳大利亚的第14求和 莫里森此前还寻求过美国的支持 以尽快恢复与华贸易 布林肯也表态称 不会让澳大利亚独自面对中国 然而澳大利亚留下的中国市场 为美国力所能及的捡来漏 虽然又向中国求和 但是澳媒6月11日爆出 中澳科研合作项目将在明年终止 中澳科研合作项目 频繁被澳勤报部门 和澳媒抹黑城帮中国缩补澳大利压潜艇 这也是今年4月 即撕毁为州的一带一路协议 威胁要终止中起足用达尔文港后 澳大利亚的最新反水 对手过招 中在一个过字 讲究一个你来我往 以澳大利亚的体量 也不足以作为对手 你出十招我只用出一招 于是澳大利亚只能不停地往外出招 但既然澳大利亚反水那么爽 何必又来第十次注定的不到回应的求和呢 感谢观看